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5米高3米的综合材料装置 由大量的自然物料 人工造物 以及行为投影构成 我认为每一项其实都是指向着每个人最本质的东西 在我的作品当中 行为影像是用空间错位的方法 来表达一种空间中特有的感受 而在我的作品中的自然物料和人工造物 人工造物居于辅助地位 而自然物料被我大大的强化 其实我都是只是想塑造出一个形象 这一形象便是母亲 我的作品背后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 它从一个家庭的濒临破碎 到破镜重圆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 我希望通过时间这一特殊的刻度 来指引出伤痛究竟有多少 我相信在一个周期的伤痛当中 既有一个周期的治愈 也有一个周期的伤痛 这个家庭经历了很多 从三个人断开联系到后来的逐渐自我疗愈 再到逐步崩溃的地步 无法治愈 直到最后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 而导致重新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件公共艺术作品 我当然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在公共空间中 给公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产生更大的启发 我对于情感的理解 对于大家相互关系的这种认知 能够给大家带来生活的助力 当然也希望毕业展能够大放成功 所有同学的作品都能够产生自己的价值 发挥光和热 以艺术的方式回归到生活当中去